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又來到老J泰文教室啦 那今天想要教大家一些比較簡單的一些搭訕的用語 相信大家去泰國玩啊 可能都有看到很多泰國的正妹或者是帥哥 那如果對方可能沒有辦法講中文跟英文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簡單的跟他表達我們對他的好感呢 我們現在設定這個場景是在夜店 有沒有去過泰國夜店的朋友們都會覺得 泰國夜店其實是蠻好玩的 那我們大概來模擬一下 我們可能先跟他對道遠然後會跟他乾杯 那我們就說乾杯 乾杯的泰文是 泰就是撞的意思 就是杯子玻璃杯 所以我們就說 然後跟他乾杯一下 那跟他乾完杯之後呢 你可能可以跟他說 我的名字叫做 像我的名字叫泰文的話叫做 Jason嘛泰文叫Jason 就跟他說 泰是男生的我的意思 所以如果是女生你就要改成 殘 殘 去是名字 去 然後後面就接你的名字 好 所以就是 泰是名字 那大家要練習一下這個發音喔 去 去 他有一點 呃的音 那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們就說 KUN 去 Alai KAP KUN 去 Alai KAP KUN就是名的意思 是比較尊敬的你的講法 那一般我們跟陌生人 或是不熟的人 都會用KUN來稱呼對方 Alai 就是 什麼 就是英文的What 這個意思 KUN去Alai KAP 就是你的名字 是誰 好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他的名字 泰國的名字 因為我們都知道 泰國的名字很長 所以他們其實都會 取一個短短的綽號 我們可能如果 你後面想要用英文 跟他攀談 你可能可以跟他說 我是台灣人 呃 泰文 只會一點點 你會講英文嗎 好 那 我是台灣人的話 我 我們剛剛講到 男生是 彭 女生是 禪 那是的話 我們會用 BEN這個字 BEN 就是有點像 英文的逼動詞 英文的逼動詞 的 R或是 意思 彭 BEN KON Daiwan KON 是人的意思 人 Daiwan 就是台灣 PONG BEN KON Daiwan 那如果你是香港人呢 就是 Hong Kong 馬來西亞人 Malaysia 中國 金 CAN BEN KON PONG Daiwan Club 台灣人 會講一點泰文 的說法是 PUT PASATA DAI NITNOI PUT 就是 講的意思 說 PUT PUT PASATA 就是 泰文 PASA PASA 是 語言的意思 PUT PASATA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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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 NITNOI 是 一點點 所以就是 說泰文 可以一點點 字面 解釋 是這樣 PUT PASATA DAI NITNOI 你可以講英文嗎 KUN PUT PASA ANGLIT DAI MAY KUN PUT 講 PASA ANGLIT 就是 英文 ANGLIT 就是 English 的意思 KUNPUT PASA ANGLIT DAI MAI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DAI 是可以 MAI 就是 MA DAI MAI 就是可以 MA KUNPUT PASA ANGLIT DAI MAI 那如果他不行的話 我們就要 接下來要學一些更多的泰文 來看看怎麼跟泰國的你想要攀談的對象 進行一段更深的對話